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2023年已經過去了 在去年我們都買了很多新的家的電器 當中有幾樣是我買回來我覺得很好用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2023年我們家買了認為最好的一些產品或者電器 大事先講明一下 今天我們介紹的所有產品都不是有這個贊助的 純粹是我們自己給錢去買 然後用完之後覺得好 所以才跟大家介紹 好,第一樣跟大家介紹的產品就是這個 這個是Panasonic的 不是Panasonic,搞錯了 這個是Tivo 這個是Tivo他們推出的一個除毛球的機器 那何謂除毛球呢? 大家穿衣服 有時候衣服因為質地問題和其他衣物去到磨擦的時候 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毛球的 這個就是Tivo出的一個除毛球的機器 這個我印象中我是在home center 就兩千多日圓或三千多日圓買回來的 那應該在市面上是會有些便宜很多的選擇 但是這個呢,就是我們買的 大家看到,譬如像我這一條的褲 它這些質地的褲呢 是不知為何是極度容易呢 是有很多這些毛球 很多的線都走出來的 那這些上面的毛球呢 究竟怎樣去處理呢? 那就是用這個機器 用這個機器在上面磨一下磨一下 那它就可以把上面的毛球全部拿走出來的 看到嗎? 中間這個位置呢 我滾過的那個位置 上面的毛球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這個真的極方便 我們買回來之後呢 我們是有很多的衣服之類 譬如有些冷衣服啊 有很多毛球在上面 我們都是用這部機器去除掉所有的毛球 那將一些比較舊的衣服 原本覺得可能不再穿到 要丟的衣服呢 那用這部機器呢 除掉毛球之後呢 那就變回新淨一點 看下去的感覺 那我今天做到好像深水埗那些 在賣產品那些人 那些哥哥 帶著咪在賣產品那些 好,差不多都搞定了 還有一兩塊剩下的 但是大家看到呢 是當堂是新淨了 整件事是 那它這個的除毛球機呢 是真的極度推薦 如果大家呢 有這些需要的話呢 真的推薦大家買回一個 好,我們下一個產品呢 那它要翻出來我們外面的倉庫裡 因為下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產品 就是我們前面的這一個 就是這一部的高壓噴射機 那這一部的高壓噴射槍的機呢 那日文呢它叫Keruha 那我想應該 德文都應該差不多 應該都是Keruha 那這一支的高壓噴射槍呢 是我特意買回來用來洗家裡的 外面的地下 或者用來洗車的 我是在他們的外面那裡買的 那所以那個定價是比起 實際去到買的時候的價錢呢 是便宜一些 那這一個呢 是非常好的水槍來的 我給大家看看我的車子 現在的鏡子很骯髒 嘩,大家來看看我的車子 車身是骯髒得 我好久沒洗過車了 因為呢 我家對面就現在在做工程 那大家看到那個車頂也是 非常之骯髒 那這一個呢 其實我就 很多日之前呢 已經想洗車的了 那但是一路都還沒起行 那今天呢 那天氣不錯 那順手 可以去到洗乾淨的車 那用一用這一枝的高壓水槍 去到show給大家看看 好,成功噴完泡泡之後呢 下一步就用這個的毛刷 去刷一刷的車 好,下一步呢 買了給大家誠意推介的 就是這一條的毛巾 這一條毛巾 這一條毛巾是甚麼很厲害呢 那洗完車之後呢 其中一個我經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車頭、車身上面的水呢 就很難去處理 那但是呢 用了這一條的超級索水的毛巾呢 就很簡單了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看到了 現在車頭呢 有很多的洗完車的水在這裡 是不是 只要我們把這條毛巾 發上去 然後再一拖 嘩,你看一下 全部水積都抹走 不用拖毛巾 就這樣放上去 再一拖 嘩哈哈 你看一下 那些水積呢 是一下子全部抹走 是極方便的 這條毛巾 這個是我看完其他人介紹之後呢 買回來的毛巾來的 超級方便的 抹車的真的 這個呢 所有駕駛人士呢 都應該要必備一條 這條毛巾就是 不是開玩笑 你看看 抹玻璃 輕鬆 把毛巾上去 一拖一拉 搞定了 車身上面的水都是 但是車身上面呢 你就很難放一條毛巾上去 一拖一拉 但是呢 用這條毛巾呢 這樣去抹一抹 全部水積呢 基本上已經可以抹走 是很方便的 這條毛巾真的是 買了絕對不後悔的產品 下一個給大家介紹的呢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 蒸氣的地拖來的 那這個蒸氣地拖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需要去到介紹的了 就是入水下去的水箱裡面 拖地的時候呢 就在下面那個地把這個位呢 就會有蒸氣噴出來 用來去到清潔的地下 因為我們家裡有兩隻貓在這裡 而我們兩隻貓呢 牠經常都流眼水啊 總之有養寵物的 大家都知道 地板呢 是很容易會髒的 那用這個蒸氣地拖呢 就可以很容易可以拖到 那原本呢 我想跟大家詳細介紹這件事 但是在我回到家之後呢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在這裡了 大家看看 哎呀 Chelsea在我們 平時我會用來做瑜伽的這間房間呢 牠在沙發上面 摸了很多尿 我們今早睡覺的時候 已經覺得 為何膠這麼臭呢 然後之後發現 原來是Chelsea在這裡摸了很多尿 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鏡頭拍出來拍不拍到 但是呢 超大的尿 摸了在這裡 那因為這個沙發這麼大件呢 我們就很難拿去洗的了 所以 我們一會兒吃完下午飯呢 我們會出去買一件東西回來 買一個蒸氣機回來 就去到 看看可不可以弄乾淨它 好了 厲害了 我們出去外面呢 就買了一個KERA的蒸氣機回來 那這個蒸氣機呢 那當然就是用來 去到蒸走 它上面的那些尿積 對吧 那這個機呢 其實我之前呢 看到的時候已經想買的了 但是就沒有買到 那這次呢 就有一個好藉口 就慢慢地衝了出去 衝了出去到HOME Center 就買一個回來 因為之前我想買的時候呢 我老婆是不給我買的 那這個暫時來說 不知道會不會是今年最好的產品 真的 看看能不能清除掉 那些尿積再說 好 用法應該非常簡單 就是在這裡入水 然後插電線 然後就用到了 立即試一試 OK 等了幾分鐘 它開始出蒸氣了 是時候可以試一試 嘩 啊 超級大不尿味 神經病 那這個箱好像OK 但純粹只是弄濕了 看來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乾淨度 但是 現在這一塊上面呢 就很大不尿味 對喔 可能蒸了出來 然後被這塊布吸光了 我試試用風筒吹乾 看看會不會還有一些尿積 那風筒呢 也是我們今年買的很滿意的產品來的 是Dyson的風筒 好啊 拿風筒吹了一會兒之後呢 那看到那些尿積就散了 但是還有一點水積在這裡 所以我打算再蒸多一次 再蒸多一次 然後看看效果會怎樣 嘩 嘩不得了 那些尿呢 看來呢 滲了下去下面那些 棉 都沒辦法 盡人事的已經 可能只有擠些脆臭的東西下去 因為用蒸氣去蒸過之後 其實應該都已經乾淨了很多了 但是始終還是要噴些東西下去脆臭的 好啊 這些就是我們2023 包括剛才買的 2024年頭的時候 買我們認為最好的產品 但是再重申一下 這些全部不是贊助 是我們自己去到買回來的產品 啊 還有一點點 Maii先生想我特別介紹 雖然不是電子產品 不是電器產品 但是呢 他想我加在這條影片裡面 噔噔 就是在我們門口裡 借這張藤椅 這張椅子 是Maii先生說 特別想我放在一個介紹裡面 就是他2023年買過最開心的東西 這張椅子 之後還有一個切子盒 這個切子盒呢 是木頭來的 都幾漂亮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我特別加插這兩件進去 但是 是他2023年最滿意的產品 不過怎樣都好 雖然已經2024年的年頭 但是都想跟大家說一聲多謝 就是多謝大家2023年的支持 那麼今年呢 希望都會是好幾年啦 我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拍一些旅遊影片 介紹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麼希望 今年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還沒按訂閱 各位記得按讚訂閱 如果還沒開通知的話 記得開通知才可以走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 訂閱 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